第1511章祭祀圣典开始 在蛇黄说完之后 那蛇牵默也是直接冲着凌云做出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 毫无疑问 这蛇黄这么说看似为了贬低狐黄和狐族 但实则就是在给凌云警告 他们蛇蟒一族不会放过凌云 特别是蛇牵默那个抹脖子的动作就更是说明了这一点 不过 凌云可不是吃素的主 既然对方已经表明了意图 那凌云也不会是泥座的 当即就往前踏出了一步 淡淡一笑 在下胡帝 你就是蛇族的蛇黄吧 果然是文明不如见面 一把年纪还这么以老卖老 着实让我们见识了一番 凌云的话可谓是石破天惊 让在场中妖犬都惊呆了 这也太大胆了吧 蛇黄 那可是妖狱三大妖尊之一 凌云何德何能敢如此跟他说话 就连胡皇和胡族之人都是在这一刻彻底震住了 哪怕他们都是心底微微惊恐了一下 凌云的话也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 当然 面色最难看的无疑就是蛇黄了 管从未有人胆敢如此 这般跟他说话 就连胡皇都是颠量三分 一个胡族的小子算什么东西 也敢在他面前这般只高气扬 放肆 手掌一番 伴随着蛇黄的一道低吼 一道掌印就铺天盖地一般朝着凌云狂袭而来 似乎要直接将凌云一掌斩杀 凌云并未畏惧 区区一掌 以他现在的肉身还是能够抵挡下来的 只是他还未动手 胡皇抢先一步出手了 同样是一掌 挡在了凌云的身前 然后就将蛇黄那一掌彻底给抵挡了下来 保证了凌云平安无事 蛇老鬼 你这是干什么 你好歹乃堂堂一代妖尊 竟然对我们胡族一个小辈动手 这要是说出去 恐怕会让人笑掉大牙巴 蛇黄冷冷一笑 胡皇 你们胡族既然不会管教族内弟子 那本妖尊亲自帮你们管教一下又何妨 蛇黄双眼中有着不少凶莽涌动 你还是先管教好你们蛇莽一族自家弟子吧 胡皇冷冷道 难怪这小妖如此肆无忌惮 原来是你在纵容她 蛇黄面色更冷了 似乎亚根并不打算就此罢手 蛇黄 我要纵容谁还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 现在我也就一句话 无论谁若是胆敢这般随意想要对我胡族之人动手 那本妖尊绝不会允许 胡皇一赴我就纵容了关你屁事的架势 这让蛇黄更是怒气了几分 之前蛇黄大线将至 这蛇黄和殷黄没少讽刺和故意刁难胡皇 胡皇当时只能够忍气吞声 现在既然已经大线推迟 自然也想出一口之前的恶气 该霸气一点就得霸气 更何况 他还知道凌云的身份 所以这等霸气就更是有几分底气 好 很好 胡老鬼 老夫现在暂时就不跟这小子计较 不过我倒是想看看 你们胡族接下来在祭祀圣典上能有何等表现 蛇族之人听命 等祭祀圣典开始之后 遇到胡族 之人记得好好招待一下 特别是胡族这个小子 蛇黄的声音响彻整个广场 让胡族之人都是面色一寒 阴族之人听命 等祭祀圣典开启之后 遇到胡族之人 你们也一定要对他们友好 越友好越好 特别是这小子 阴族的阴皇也接过话去 意思都很简单 等祭祀圣典之后 阴族和蛇蟒义族的人 都不会让胡族之人好过 特别不会让凌云好过 对此 胡族之人面色再度阴沉 但凌云却并不在意这些 就算他刚刚不说那些话 这阴族和蛇族就不会这样了 简然是不可能的 到时候该如何还是如何 毕竟 无论是阴族 还是蛇蟒义族 都是故意来挑衅胡族 从一开始就没安好心 呼呼 就在这时 又有无数道破风声 从远处的空中响起 众妖都是不约而同望了过去 就见到密密麻麻 数不胜数的身影 从远处八暴射而来 这些身影之中有着三股妖气 这三股妖气分别是 虎族 暴族和象族的妖气 不用说 这些身影正是那所谓的妖萌了 事实也正是如此 三大妖萌 整整六七百道身影 浩浩荡荡 气势汹涌 妖萌的到来 并未向阴族和蛇蟒义族那般来挑衅胡族 甚至都没有怎么跟胡族 阴族和蛇蟒义族有任何交流 就那般全都停留在了祭祀广场的一方区域 似乎就是在等待祭祀盛典的开始了 见状 胡族 阴族和蛇蟒义族的人也全都分开 然后各自在祭祀台周围选择了一块区域落脚 三大妖族和妖蒙中妖拳都到齐 祭祀盛典无疑也差不多可以开始了 云少 你一定很奇怪 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其余那些小势力的妖族之人来到这里吧 胡青妹突然在凌云耳边道 凌云点了点头 一脸疑惑 那是因为这个祭祀大阵开启需要十天时间 在开启的过程中 为了避免被其余妖族干扰 所以祭祀盛典对外公布的时间是在十天之后 而接下来的时间 就是我们三大妖族和妖蒙合力开启祭祀大阵的时候 而且这祭祀大阵一共有好几层大阵 这十天时间也仅仅只是能够开启第一层大阵 到时候公所有妖族年轻一辈参加选拔罢了 胡青妹稍稍详细的解释了一番 凌云也算是对此有所了解了 管等什么 开始开启祭祀大阵吧 蛇蟒一族的蛇皇率先开口 那就动手吧 殷族的殷皇附和 胡皇也站了出去 拳击三道身影都是直接踏上了祭祀台 然后在祭祀台上盘腿坐下 紧接着他们身上的妖气便是如同洪水猛兽一般暴涌而出 全都灌入了那祭祀台上 仅仅只是片刻 祭祀台上便是开始闪烁出道道光芒 光芒随着三位妖尊口中所默念的口诀 以及他们手中的奇妙印法而变得越发璀璨 这等璀璨光芒足足持续了大半个时辰 最后方才在空中形成了一道光幕 光芒之上一行行字开始不断凝现而出 密密麻麻好似某种精一般 乍一看去桂色难懂十分诡异 妖蒙你带领你们妖蒙的弟子 以及我们三大妖族的弟子一起默念这些名之字 然后与我们一起开启祭祀大震霸 蛇皇威严开口 妖蒙有一位盟主 这位盟主听见蛇皇的话后 便是率领妖蒙的弟子以及三大妖族之人一起盘腿坐下 然后一个个全都投入到了那等名之字的默念之中 凌云心生好奇 也与其余人一样坐下 然后开始默念那等字 随着这等默念 凌云便是感觉到有着一股股力量从他们身上涌荡而出 这股力量产生之后 就全都自主的在半空之中汇聚在了一起 然后又全都如同洪水一般涌向了那祭祀台上空 而三大妖尊则是借助于这等力量去尝试启动祭祀大震 至于这等启动大震的做法 凌云道也不是没有见过 往往是自身能力不够 所以才依靠这种方法来让所有人的力量集结在一起 利用所有人的力量去开启阵法 从此也可以看出 这个所谓的祭祀大震确实是非同一般 也难怪三大妖族和妖蒙会将祭祀圣典定在十日之后 让其余势力的妖族之人不要太早过来干扰这等阵法的开启 否则一旦有人捣乱 倒不好这阵法还真的无法开启 就这样 接下来的时间现场中妖变都是沉浸在了这般阵法开启之中 时间点点流逝 一天 两天 三天 随着时间越发流逝 随着大家同心协力 那积聚在祭祀台上空的那股力量越发浓郁 而整个祭祀广场之上也是开始越发朝涌起一股阵法的波动 本来这等表象十分正常 至少在其余重要眼里十分正常 但凌云却感觉非常不正常 这等不正常并非来源于这个祭祀大阵的阵法波动 而是来源于他身上的那一盏蚕灯 因为随着这等祭祀大阵阵法的越发开启 那之前毫无波动的那盏蚕灯 竟然开始有了一丝反应 虽然那等反应很是微弱 但凌云还是非常敏锐的感觉到了 难道外公留下的这盏蚕灯跟祭祀大阵也有所关联 如若这盏蚕灯跟我们血翼龙族有关的话 那是不是就代表着这个祭祀大阵或许真如母亲所说的那般 真的跟血翼龙族的 祖地有关 凌云心底惊疑 这盏蚕灯的异动 让他更是确定了之前母亲告诉自己寻找龙族祖地的方向应该没有错 只是凌云再度观察了一番那盏蚕灯 除了有一些异动之外 还是没有其余特别之处 所以凌云也没有再多想什么 而是打算走一步看一步 就算这祭祀大阵真的跟龙族祖地有关 那无疑至少也得等这祭祀大阵开启之后才知道了 时间再度飞逝 又是好几天时间过去 整个祭祀广场周围已经开始相继出现了不少其余妖族之人 这些到来之后倒也并未捣乱 而是被妖蒙派出的一些弟子给尽量镇压住了 当然 这等镇压也仅仅只是暂时的 随着所公开的祭祀盛典的日子愈发临近 来到祭祀广场的妖族之人更是数不胜数 数目恐怖无比 根本镇压不住 以至于整个现场都是开始喧嚣无比 但好在祭祀大阵的开启已经接近于尾声 所以已经并无所爱 终于第十天也就是对外公开的祭祀盛典的日子到来了 整个祭祀广场之上 顿时间一股无穷无尽的阵法波动 如同狂风暴雨一般席卷了整个祭祀广场 让现场中央都是面色大变 但面色大变之后 中央又是一喜 因为这无疑就预示着祭祀大阵第一层已经开启了 祭祀盛典终于正式开始了 第1512章选拔祭祀大阵第一层彻底开启 一个巨大的光幕出现在了祭台之上 那个光幕之中又有着无数个小型的光团 每个小型的光团内好似囊括了无数乾坤 给人一种十分神秘莫测的感觉 至此三大妖尊三大妖族的所有妖族之人以及妖蒙之人全都停手 周围那些其余妖族的人 此时此刻也全都安静了下来 众妖的目光全都齐刷刷地落到了三大妖尊的身上 就见到蛇蟒一族的蛇黄站了出来 然后他的声音响彻了整个祭祀广场 百年一次的祭祀盛典 今日正式开始 如今祭祀大阵第一层已经开启 想必大家都知道 要想参加 祭祀盛典之后的进程 就必须要先进行一番选拔 而如何进行选拔 就是通过这祭祀大阵第一层来进行选拔 接下来所有符合要求各组小妖 都能够进入这祭祀大阵之中 进入大阵之中后 你们会被随机的分配到其中的光团之中 每个光团之中最后只能够留下一只小妖 这也就是说 一旦你们进入了同一个光团之中 就相互已经是劲敌 你们必须要将其余人全都击溃 将他们击出光团之中 你才是最后的胜利者 听见蛇皇的话后 各族众多小妖都是摩拳擦掌 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 这时候 殷族的殷皇也接过话去 不过别以为你们在一个光团之中 留到了最后就已经通过了选拔 因为这祭祀大阵第一层的阵法之中 有着数不清的光团 这些光团每个一个时辰 就会跟中围的其余光团 相互融合在了一起 而一旦融合之后 光团之中的人又全都互为敬敌 最后那融合的光团之中 又只能够剩下一道身影 重要的面色稍稍凝重了几分 俨然这等选拔的残酷性 比他们所想象中的还要强 在殷皇说完了之后 胡皇也立即到 最后只有30个光团会留在祭祀大阵之中 而这30个光团之中的30名妖族之人 方才能够参加接下来真正的祭祀盛典 文言 现场鸦雀无声 中妖的面色也都是凝重到了极点 一两千名小妖参加选拔 最终只能够留下30名小妖通过选拔 这通过选拔的成功率实在是太低了 但没有一个人放弃 这可是百年一次的祭祀盛典 错过了这一次 下一次可就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去了 可以说 大多数妖族之人 这一生最多就只能够参加一次祭祀盛典 这等机会岂有不珍惜的道理 就算再残酷再不可能 那也必须要尝试一番 所以众妖孩都是依旧充满了斗志 时间不早了 该说的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既然大家都没有异议 那还等着 所有符合要求的妖族之人都进入祭祀大阵之中吧 那些不符合要求的 我奉劝你们最好也不要浑水摸鱼 祭祀大阵可不是你们随意可以踏足的 最后 蛇黄阵臂一挥 气势磅 随着他的声音响起 现场众妖煞时间都如同过江之际一般 全都纷纷朝着祭祀大阵暴掠而去 一道道身影密密麻麻 好似蝗虫过境一般 看起来颇为壮观 云少 我们也进去吧 胡青未见到众妖全都进入祭祀大阵之中 也是在凌云的身边道 凌云轻轻点了点头 走吧 全集 就跟胡青未一起 带领胡族的那一群核心弟子 全都掠入了祭祀大阵之中 一踏入祭祀大阵 凌云的身体就被一股力量所牵引 而在这等力量的牵引下 甚至都不等凌云回国神来 他的身体就已经进入了一个光团之中 而其余妖族之人也毫不例外 跟凌云一样纷纷进入了不同的光团之中 这个光团从外界看算不上多大 但却像是空间介质一般 里面的空间较为宽广 在凌云进入光团之中后不久 其余一道道身影也相继踏入了光团之中 每一个光团之中的妖族之人的数目 并不均等 有多有少 而凌云所在的光团 仅仅只是过了短短数息时间 就有着十几个人跟凌云一样出现在了同一个光团之中 这些妖族之人来自于各个妖族 也包括三大妖族之人和妖蒙之人 其余妖族之人见到对方 全都纷纷剑拔弩张 整个光团之中 气氛一下子就变得异常压抑了起来 众妖身上都是爆发冲丝丝冷意 一副全都要大打出手的模样 见到这些妖族之人 唯有凌云的面色丝毫不改 这些妖族之人并未有任何她熟悉的身影 就算有一两个狐族之人 实力也不强 估计也难以是其他妖族之人的对手 可以说 这些妖族之人没有人是凌云的对手 反正最终只有一个人能够留下来 所以凌云所幸也就懒得跟他们多费周旋了 然后直接对中腰开口道 你们这些喳喳也别浪费力气了 要么直接乖乖退出 要么就全都一 起朝我动手吧 一次性解决所有人 可谓是一了百了 众妖听见凌云的话 都是愣了愣 随即一个个看向凌云的眼神 都是冷漠了下来 凌云就这么嚣张 就这么狂妄 就这么不把他们放在眼里 紧接着 众妖的目光全都变得冷漠了下来 既然她如此不知好歹 如此想要自讨苦吃 那我们就先合力将她解决掉再说 其中一名殷族之人本就看凌云非常不爽 此刻立即就向其余妖族之人号召了起来 其余妖族之人这一刻都是没有意义 一下子凌云就毫无疑问成为了众矢之地 动手 那殷族之人一声高鹤 旋即就跟其余所有妖族之人全都朝着凌云杀了过来 见到这等阵仗 凌云脸上反而露出一抹风轻云淡的笑容 紧接着都不等其余妖族之人反应过来 凌云就已经消失在了原地 而等那些妖族之人回过神来的时候 凌云已经出现在了他们的身体周围 碰 骤然之间 各种强劲的拳头频频轰出 凌云的肉身何等强大 这些妖族之人实力在凌云面前算不上多强 尤其能够抵挡得住他这等肉身 于是接下来的一幕 就显得异常简单粗暴了 凌云几乎是一拳一个小朋友 每一拳都是石破天津 力量纵横 而那些妖族之人在凌云这等重拳之下 拳都纷纷倒下 若非凌云根本不屑于杀他们 他们在凌云的拳头下绝对就会直接一命呼呼 就这样 短短不过瞬息之间 其余十几名妖族之人全都被凌云击溃 身影一个接着一个地消失在了光团之中 最后 光团之中 就只剩下凌云一人 由于祭祀阵法之中光团众多 所以凌云的这等表现并未引起其余妖族之人的注意 而其余光团之中的战斗还是如火如荼的进行着 凌云于是就直接在光团之中盘腿坐下 自顾自地净修了起来 等待一个时辰后 他所在的这个光团与其余光团融为一个光团 然后去面对新的对手 时间匆匆 总是那么容易流失 一个时辰 说没有就没有了 整个祭祀大阵开始疯狂地洞颤起来 一股股浓郁的阵法波动如同火山爆发一般将所有光团笼罩 也就在这等笼罩下 不少光团开始不断地融合了起来 凌云所在的光团自然也不例外 很快就跟周围的其他光团开始融合 这些融合的光团数目同样是不等 有多有少 有的只有两三个光团融合在了一起 有的却有着数十个光团融合在了一起 总之毫无定律 凌云所在的光团是跟其余七个光团融合在了一起 这也就是说 这一次他讲面对的是另外七个光团之中剩下的七名妖族之人 这七名妖族之人既然能够留下来 说明他们的实力也不是很弱 但在凌云面前却还是不够看的 一如之前 凌云故意激怒他们 让他们一起攻击自己 而凌云就再度一次性将他们七名妖族之人全都轻轻松松的解决掉了 解决掉这些对手之后 凌云又是在光团之中静静修炼 就这样 随着时间的流逝 凌云又经历了好几次光团融合 战胜所有对手 静修打坐等情况之下 祭祀大阵之中所剩下的光团终于是不多了 只有六十个光团 而留在这六十个光团之中的妖族之人 个个都已经不是省油的灯了 不一会儿 这六十个光团继续开始融合 但这一次 是非常有规律地两两融合在了一起 凌云所在的光团也跟另一个光团融合在了一起 而当融合完毕之后 一道凌云异常熟悉的身影陡然之间出现在了凌云的眼眸之中 这道身影不是别人 正是三小妖尊之仪的英族少主凌福天 不得不说 还真是冤家路窄啊 凌云见到凌福天 倒是面色颇为平静 上一次凌福天还具备跟凌云一战的资本 但现在凌福天已经丝毫入不了凌云的眼了 第1513章最强底牌 英福天见到凌云 面色立即就冷了下来 上一次凌云重伤她的事情 她还历历在目 心中的怒火更是一直挥之不去 自从那件事之后 她的名声就一落千丈 至少这些日子来 这个消息传遍了妖狱 让不少妖狱之人都是将其视为一个笑话 毕竟 之前英福天可是妖狱赫赫有名的三小妖尊 名声在外 多少妖族之人闻风丧胆 结果却被一个名不经传的小子给重伤 还将她的英灭之童给抢了 这在其余重妖看来 实在是华天下之大击 堂堂三小妖尊 也不过如此 所以这一段时间 她在恢复身体之余 拼了命的修炼 甚至将一些之前舍不得使用的天才地宝也全都一股脑地炼化吸收了 目的就是要在祭祀圣典到来之前 尽可能地将自己的实力提升到最强 可以说这一次祭祀圣典 因福天是憋着满腔怒火来的 她要当着众妖的面 堂堂正正地将她所丢掉的耻辱全都原原本本地拿回来 她会让妖族之人知道 她三小妖尊的名号绝对不是浪得虚名 此番见到了凌云 凌云心中的那团怒火无一一瞬之间再度彻底爆发了出来 甚至整个光团之中的空气 都是因此而冰冷了下来 一股杀意如同洪水猛兽一般抱涌而起 一下子就席卷了凌云的整个身体 臭小子 还真是冤家路窄啊 没想到在这里就让你我相遇 看来老天爷也不想让你多活一刻 因福天咬牙切齿 光是她眼中那等凶盲都好似要将凌云碎尸万段一般 见状 凌云脸上却充斥着淡漠的笑容 一句话都没有说 那般样子 就好似比上一次还要亲面因福天 还要更不把因福天放在眼里 而凌云的这等表现落到因福天的眼中 无疑更是激怒了因福天 这对他来说更是一种侮辱 臭小子 你以为这一次你还有资本在我面前狂傲 做梦吧 这一次 我必要你死无葬身之地 因福天彻底暴怒了 由于只剩下最后三十个光团 所以现场不少妖族之人的目光也注意到了凌云和因福天所在的光团 因为不少妖族之人都听说过上一次凌云重伤因福天的事情 他们都很好奇 上一次凌云到底是如何将因福天重伤 并且抢走因福天的因面之童的 所以这一次凌云和因福天对上了之后 无疑立即就激起了他们的兴趣 你们说这一次那个叫做胡帝的家伙 还能够像之前别人口中所说的那样重伤因福天吗 那可说不准 据我所知 自从上一次失利之后 因福天痛彻心扉 这一段时间一心励志于修炼 五到十力又提升了很多 这么说这场战斗到底谁输谁赢还是没有定数 重要议论纷纷 一下子 凌云和因福天的战斗就成为了焦点之战 不说万众瞩目 至少现场绝大多数人的目光都是锁定在了凌云和因福天所在的光团之上 都想知道这一次双方的战斗结果又会是如何 那所谓的胡帝到底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强 胡皇 看来你们胡足极力想要庇护的小子 恐怕连这祭祀圣典的选拔也别想通过了 胡皇都本来想要用这种话故意去刺激一番殷皇的 却没想到这殷皇竟然率先开口了 这倒是让胡皇有些意外 上一次殷福天就输给了凌云 这殷皇现在却这么自信 哈哈 殷皇 我看你还是多为你那宝贝儿子考虑一下 等他输给凌云之后 连祭祀圣典都没有资格参加 想必一定会打击很大吧 胡皇淡淡一笑 对于凌云的实力他还是有些自信的 至少这一路以来听说了凌云的种种 他就更是相信凌云了 是吗 那就走着瞧 就怕你们胡足到时候见到那小子溃败之时 会不知道该怎么哭 殷皇还是那般凶有成竹 似乎一切胜券在握 那就走着瞧 胡皇嗤笑一声 完全不以为意 在重要的瞩目之下 不少光团之中的战斗已然打响 凌云和殷福天的战斗也就此开始 脚砸碎 给我去死吧 殷福天怒不可遏 这一次他一出手 还是他的肉身力量 显然 经过这一段时间的修炼 他在肉身之上又有所提升 上一次他在肉身之上被凌云碾压 这一次他要一点一滴全都拿回来 以至于转瞬之间 殷福天的身体暴涨数倍 那是殷足肉身的最强状态 殷福天竟然在这一段时间 将肉身修炼到了最强状态 有妖族之人惊呼出声 殷足 肉身本就是他们强大的依仗 而且他们还有这一套肉身手段 能够让他们的肉身强化到极点 不过 上一次殷福天并未将这等肉身手段 修炼到极致 所以在肉身之上输给了凌云 但这一次 殷福天可并不认为自己在肉身之上 还会输给凌云 顷刻间 那庞大又力量纵横的肉身之力 就如同一座巍峨山岳一般 朝着凌云的身上砸了过来 没想到半个多月不见 你还是如此不自量力 凌云痴之以鼻 毫不将殷福天的肉身放在眼里 但随着他声音响起 凌云身体摇身一变 雷胶神变一触即发 凌云身体化为雷胶 最后跟殷福天强势对碰在了一起 空轰 阴福天和凌云的身体重重在空中相撞 如同火星撞地球 那等气势 带天灭地 无懈可击 令得整个世界都是轰隆一片 震声暴响 众腰都是看得触目惊心 那等血肉碰撞 实在是太过于简单粗暴 看得人目瞪口呆 但在一番碰撞之后 双方不一魂还是有了高低之分 虽然这阴福天将他们阴族的肉身手段掌握到了最强 但凌云随着武道修为的提升 肉身力量也无一较之余之前要强悍了不少 因此这阴福天的肉身攻势在凌云面前还是一如之前那样不堪一击 最后被凌云直接一道蛟龙白尾给鸡飞出去 因福天的身体重重地砸在了那光团之上 将那光团都差点震碎一般 而这一幕落到众腰眼中 让众腰都是瞠目结舌 因族的肉身强大在腰欲是人尽皆知的存在 但现在 因福天都将他们因族的肉身手段掌握到了最强 最后却还是在凌云面前落于下风 这说明什么 说明鸣云的肉身已经强大到了极度变态的程度 就连那三位妖尊 此刻都是对鸣云的肉身表示震慑 该死 因福天怒上心头 咬牙切齿 他从未想到鸣云的肉身竟然比之余上一次也强大了这么多 本想从肉身之上讨回颜面 却没想到再度丢了颜面 这怎能够让他爽快 怒火更是强盛 杀意更是磅驳 因福天身上血气沸腾 身体再度膨胀了数米 那雄鹰本体看起来颇有一种鹰王的架势 紧接着 因福天头顶出现了一个金色光环 这一幕 凌云上一次对战因福天的时候就见过 一如上一次一般 随着因福天将妖气灌入那金色光环之中 狂暴的金光便是席卷了天地 因福天双翅再度震动 每一次震动都会令得整个虚空崩塌了一般 甚至还有着道道连衣波荡开来 可怕至极 嗷嗷 陡然之间 一道巨吼之声呼天抢地一般响起 那等声响惊天动地 突然出现 震慑了现场众妖 随后 众妖就惊悚地见到 一道金色的巨鹰陡然在阴福天的头顶闪现而出 那头金色巨鹰一共有着九个脑袋 只是跟上一次阴福天所施展这一招不同的是 这一次的九头金鹰不再像上次那般只有三个脑袋是真实存在 而是有着五个脑袋是真实存在 五头金鹰爆发出来的毁灭之力也比上一次的三头金鹰要强大多了 因此不少妖族之人见到这等手段 都是不由得吃惊万分 他们都知道 妈 没有了阴灭之童的英福天 这应该是他的最强底牌了 但他们也意外 英福天竟然就这么将自己的最强底牌了出来 死 简简单单一个字 从英福天牙缝之中挤出 那五头金鹰就挟着幻灭一切的气势直奔凌云而来 还是如此垃圾 凌云撇了撇嘴 眼中的轻灭之色不减反增 他本来是打算直接利用英灭之童来一举击溃这英福天的 但现在开来 已经觉得完全没有这个必要暴露自己的这等手段了 至少 英福天还不配他使用英灭之童 索性 上一次他怎么碾压这英福天这一招的 这一次他就用同样的手段再度碾压他 让这英福天知道 自己到底有多垃圾 因此凌云立即双手合拢 印法不断变换 身上的龙之气惊刻之间狂笑而出 毫无疑问 凌云是要施展咒虚飞龙指了 而且还不是之前的第二指而是第三指经过他的五道修为提升 他已经能够将这咒虚飞龙指第三指施展出一半威力了 现在就试试看这一半威力的第三指到底有何威力 第1514章斩杀英福天 随着凌云身上龙气越发沸腾 虚空之中立即凝成了一道巨大的手指 这根巨指之上所涌荡出来的气息更是空前绝后 乍时间 整个天空一片轰鸣 四面八方都仿佛有着一股雄浑的力量在磅驳而起 然后又全都压缩到了那根巨指之上 很快 那巨指之上 就有着三道巨龙凝聚而成 三道巨龙缠绕在巨指之上 令得整根巨指亥然无比 去 林云豪不耽搁 眼看着英福天的宫式就要落到自己身上 他屈指一弹 咒虚飞龙指就携带着龙龙的龙威 异常凶猛的迎击了上去 轰龙龙 天地轰鸣 万爱俱计 众妖都是顿绝头皮发麻 气血飙涨 两道宫式疯狂侵蚀 疯狂缠斗 整个世界 风声鹤唳 雷霆万军 那等碰撞 实在是太过于惊恐 几乎已经彻底盖过了 其余光团之中的所有战斗 咒虚飞龙指所爆发出来的声势十分骇然 特别是其上所缠绕的三条巨龙所激荡而起的毁灭之力 更是震骨朔金 纵然因福天的五头精英的战斗力 已经比之于之前要强大很多了 但却还是盖不住咒虚飞龙指的威势 所以仅仅只是刹那 五头精英就在咒虚飞龙指面前彻底崩溃 而咒虚飞龙指的余威攻势以摧枯拉朽的攻势直被鹰伏天的身上 将鹰伏天的身体重重地轰飞了出去 直到砸到光圈的光壁之上 见到这一幕 现场中妖都是惊恐万壮 什么 那个自称胡帝的小子竟然如此之强 这也太强大了吧 鹰伏天好歹哪三小妖尊之一 竟然真的在他面前毫无招架之力 我还以为上一次他将鹰伏天重伤势夸大其词 现在看来确实就是如此 他也太可怕了一点吧 可他身上的妖气明明没有那么浓烈 这是为什么 这小子看起来总感觉怪怪的 但又说不出哪里怪 或许是一种诡异吧 胡足将他藏了这么久 竟然之前都没有放出半点消息 看来就是特意为了这一次祭祀盛典 中妖议论纷纷 都是被这个结果给惊住了 至于鹰族之人 一个个的面色都是难看到了几点 他们鹰族的少主 居然连选拔都没有通过 这也太丢脸了 而那鹰皇 之前还自信满满 但此刻自信全无 满脸阴沉到了几点 他这一段时间可是见证了 鹰伏天的实力提升 在他看来 鹰伏天甚至都已经可以跟蛇蟒一族的蛇牵默争锋了 却万万没想到凌云会这么强 让鹰伏天毫无招架之力 这砸碎鹰伏天身上冷亿万千 木火横烧 但这还没完 就在鹰伏天的身体撞击在那光圈的光壁上的时候 凌云的身体竟然也突然之间出现在了鹰伏天的面前 一道抱贺之声陡然之间响彻整个祭祀广场 鹰伏天 事到如今 你竟然还不主动退出光圈 看来你当真是名玩不灵 既然如此 那今日我就让你输得心服口服 铃鱼声音嘹亮 随后手中就已经出现了一把古剑 那赫然正是乾坤古剑 古剑之上 剑微凶猛 一股股毁灭之力 从剑尖之上抱涌而出 都不等鹰伏天反应过来 手中的乾坤古剑就已经迅如闪电一般的捅入了鹰伏天的胸口 二一道惨叫声从鹰伏天的口中歇斯底里地爆出 然后就可见鹰伏天身上的气息开始迅疾萎靡了下去 仅仅只是转瞬之间 鹰伏天的气息就彻底消敏了下去 然后就在中腰的惊诧神色之中 整具雄鹰身体从光圈之中掉落而下 什么 所有人都是目瞪口呆 他们都没有想到 凌云竟然就这么杀了鹰伏天 他竟然如此大胆 伏天 鹰伏天霓黄震怒 身体化为一道残影冲着鹰伏天的尸体冲了上去 然后将那掉落而下的鹰伏天接住 只是一切都晚了 凌云的那一剑已经刺穿了鹰伏天的命脉 鹰伏天已经彻底一命呼呼了 点 小畜生 你杀吾尔 我必要你死 鹰伏怒火冲天 令得整个祭祀广场的空气都是瞬间冰冷了下来 中腰都是面露骇然之色 然后便可见鹰伏手掌一番 巨大的掌印就毫无保留地朝着凌云所在的光圈施展了过去 企图将凌云直接一掌轰杀 只是那一掌很快又被另一道身影给抵挡了下来 还是胡黄出手了 鹰伏我看你是老糊涂了吧 一点记性都没有 之前本妖尊就说过 只要有我在 谁也妄想对我胡族之人胡乱动手 胡黄霸气侧漏 声音坚决 这一刻 整个祭祀广场都是彻底死寂了下来 没有一名妖族之人胆胆出声 甚至连大气都不敢出一口 让现场的气氛变得异常诡异 胡黄 你这个老东西给我滚开 这个畜生胆胆杀无儿 今日我定要他血债血孩 鹰伏怒不可遏 这是他从未想过的局面 鹰伏天 是他最大的希望 是鹰族最大的希望 就这么死了 他怎能够甘心 鹰皇 你别忘了 在选拔过程之中 刀剑无眼 死伤很正常 这一次选拔被杀的妖族弟子 不仅仅只是你们鹰族的鹰伏天 其余人不追究 为何偏偏你儿子既不如人 被我胡族之人所杀 却要追究 你也未免太可笑了一点吧 胡帝毫不退让 这也是凌云直接斩杀鹰伏天的缘由 他之前就见到 其余人也被斩杀了 但相安无事 所以他刚刚根本就没有给鹰伏天任何退出光圈的时间 而是承圣直接要了鹰伏天的命 想要凌云死的人 通通都得死 这是凌云的行事准则 这鹰伏天三番两次对自己动手 凌云若是不杀他 难解心头的不爽 你鹰皇更是气炸了 本来还想要多说一些什么 这个时候那个妖蒙的盟主却突然站了出来 那妖蒙的盟主是一名像族之人 身上妖气比其余妖族都要浓郁得多 尊称为像盟 这像盟的出现 甚至都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一个眼神交流 就让暴怒的鹰皇直接冷静了几分 然后强忍住了那满腔的怒火 看在祭祀盛典的面子上 这件事我鹰族暂且放下 但绝对没完 鹰皇丢下一句话 气急败坏地将鹰伏天的尸体 交到了鹰族之人的手中 但他那看向凌云的眼神 却杀意凛然 好似他之后必会将凌云碎尸万段 鹰皇暂且放弃对凌云的追究 让死记的现场再度变得喧嚣了起来 而至此 这祭祀盛典的选拔也是彻底结束 如今留在光圈之中的30名妖族之人 正式有资格参加阶下 来祭祀盛典的幸运儿 众妖无不对他们投以羡慕之色 他们已然就是整个妖狱的佼佼者了 而一旦他们在祭祀盛典之中 获得更多的宝物 那在妖狱的声望和地位都会更加恐怖 甚至会成为妖狱未来最为顶尖的存在 成为三大妖尊未来的接班人 很荣幸 你们成功通过了考核 接下来我们会开启祭祀大阵的第二层 而这也是真正祭祀盛典的开始 所以现在你们各自回到你们势力身边 等待着接下来真正祭祀盛典 的到来 蛇皇开口道 林云等所有通过了选拔的妖族之人全都纷纷领命 退到了各自妖族之中 其中 蛇蟒一族通过选拔的族人是蛇切莫为首的十道族人 阴族通过选拔的共有七道族人 而胡族通过选拔的 则是林云和胡青妹等五人 从这里也大致可以看出三大妖族的实力悬殊 除此之外 妖盟通过选拔的也有七道族人 而其余妖族之人却只有一道身影 当这些妖族之人全都各自回到了自己的妖族之中后 三大妖尊和妖盟的相盟便是四人联手 然后再度开启祭祀大阵 这一次开启 并未再让其余妖族之人出手 他们三名妖尊和一名相盟全都手印变化 变法频出 整个祭祀大阵又是疯狂洞颤起来 浓郁的阵法波动更是席卷四方 令得整个祭祀广场都是风起云涌 风暴骤起 林云 你可真是大胆 竟敢当着殷皇的面就这么杀了殷福天 不过也奇怪 这殷皇竟然就这么轻而易举就放过了你 而且还能够强忍住怒火继续开启祭祀大阵 胡万风疑惑的在林云身边道 这一点倒是确实奇怪 这殷族莫非跟那妖盟有什么关系不成 林云可是记得 那殷皇本来还在震怒之中 是那相盟当时突然出现让殷皇的怒火镇压下去不少 不过至于到底如何 那就不得而知了 一切等接下来自会揭晓 林云也懒得多想 随着时间的推移 祭祀大阵第二层的开启十分顺利 林云发现 随着这等祭祀大阵的开启 外宫留下的那盏残灯竟然又变得更加易动了起来 因此林云更是期盼起这祭祀大阵完全开启之后 这盏残灯会有何等表现了 莫非这盏残灯跟雪翼龙族的祖地也有所关联不成 第1515章妖光庇护 在万众瞩目之下 祭祀圣典的第二层欲发开启 最后 在那祭坛上空 有着一片星云涌动 那等星云之中 有着无数身影 孤族身影 蛇芒义族身影 阴族身影 象族身影 暴族身影 等等 各种妖族数不胜数 可谓是万妖奇聚 这些身影若隐若现 甚至奇妙 最后让整片星云 更是变化莫测 其中所激荡而出的妖气涌荡四方 让整个祭祀广场 都是沉浸在了一片肃杀之中 让众妖更是莫名的肃然起敬 最后 青云彻底稳固 三大妖尊和妖蒙的象蒙都是停手 他们全都看向各自妖族的人 然后命令各自妖族 将各自所准备好的祭品拿了出来 最先拿出祭品的是狐族和妖蒙 无论是狐族还是妖蒙 所拿出的祭品都是不凡的宝器 祭品一出 狐黄和向蒙江身上的妖气全都施展了出来 那等气息很快就包裹在了各自所准备好的祭品之上 随着他们手印变化 最后所有祭品全都没入了空中的那片万腰 星云之中 这一刻 众腰都是屏住了呼吸 一个个目光都是一眨不眨的盯着那片万腰星云之上 凌云眉头微微一皱 自然也知道这等祭祀并不简单 云少 这是此次祭祀盛典的第二个步骤 就是通过祭品来供奉祭祀大阵 从而可以得到祭祀大阵的庇护 祭品的不同 往往使得这祭祀大阵庇护的程度不一样 所以祭品非常重要 不过这一次我们胡族所准备的祭品虽然也不俗 但也还并不罕见 恐怕难以迎合这祭祀大阵 继而得到祭祀大阵的庇护 只有得到祭祀大阵的庇护 方可能够更好的踏入祭祀圣典最为重要的祭祀空间之中 去更好的获得各种强大的妖族武学 以及得到各种妖族先烈的至尊宝器 总之 这妖光庇护十分重要 至于有多重药 等进入了祭祀空间之中后就自然会知晓 胡青卫似乎看出了凌云心中的疑虑 所以立即就在凌云耳边解释道 祭祀大阵的庇护 怎么个庇护法 凌云还是一头雾水 胡青卫当即又更加详细的解释 云少 各族通过某些祭品进行祭祀 然后就能够引动那万妖心云的庇护妖光 不同的祭品 所能够引动的庇护妖光不同 比如我们胡族的祭品 如若能够引动十五道妖光庇护 那就代表着我们胡族五人一共可以获得十五道妖光庇护 到时候那十五道妖光会自主的选择落到我们身上 至于落到谁身上 每个人又能够获得几道妖光庇护 这就要看你的机遇 并不是平均分配 得到的妖光庇护数目越多 自然就会越好 听完胡青妹的话 凌云也算是了解了不少 那如若一道妖光庇护都没有得到 又该如何 凌云好奇 胡青妹面露一丝尴尬之色 若是一道妖光庇护都没有落到你的身上 那代表着你将无法踏入最后的祭祀空间 去获得里面的各种宝物 不过一般来说 但凡是在祭祀大阵 之中通过了之前那等选拔之人 都应该会至少获得一道妖光庇护 除非你所在的妖族使用的祭品所引起的 妖光庇护数目实在是太少 比通过了选拔的人数还要少 那恐怕就注定有人无法得到妖光庇护了 原来如此 凌云算是彻底了解了 就在凌云和胡青妹说话之间 胡黄和向蒙已经操纵着那些祭品 全都彻底地霉入了万妖星云之中 而那万妖星云中的万妖身云也是疯狂地狂掠了起来 就如同海啸骤起一般 点 在这等动静之下 一道道妖光便是从那万妖星云之中慢慢凝聚 你们五个小辈全都站到祭祀台上来 就站在我身边即可 胡黄看向凌云和胡青妹等胡祖五人 凌云和胡青妹等五人都是没有任何怠慢 随即纷纷踏上了祭台走到了胡黄的身边 而妖蒙的七名通过了之前选拔的妖族之人也全都走上了祭祀台上 站在了向蒙的身边 跟凌云等人一般满怀期待地等待着那万妖星云之中的妖光闭乎落下 在这等期待下 终于万妖星云的动静戛然而止 下一上 道道妖光就如同流星一般划破天际 从那万妖星云之中暴射而出 一道两道三道每一道妖光都是那么绚丽 也都是那般耀眼 以至于现场一下子就沉寂了下来 万妖的目光都是紧紧盯着 都想知道胡族和妖蒙这一次能够引动出多少道妖光庇护 阴族和蛇蟒一族的人自然不希望胡族和妖蒙能够引动太多妖光庇护 至于其余妖族之人则都是出于看戏状态 呼呼 剑场飓风阵阵不断激起 最后所有妖光庇护都是落下 然后营绕在了胡族和妖蒙等通过了选拔之人的头顶上空 万妖都是迫不及待地数了数胡族和妖蒙所引起的妖光庇护数目 胡族是20道妖光庇护 妖蒙是21道妖光庇护 很快结果就出来了 对于这个结果 众妖道都是没有太过于觉得意外 这算是中规中矩 不算好 但也不算差的数目了 接下来就是最为重要的 这些妖光庇护自主选择通过选拔的这些妖族之人了 妖蒙的儿是一道妖光庇护算是羽露均沾 让妖蒙通过了选拔的七人全都得到了妖光庇护 有的人得到了一道 有的人得到了两道 有的人得到了三道不等 其中获得妖光庇护数目最高的是一名叫做相敬的相族之人 他一共获得了七道新芒庇护 但胡族这边的情况就不一样了 胡青渭获得的妖光庇护数目最多 单单他一人就一共获得了八道妖光庇护 而其余胡族三人也都相继获得了三四道妖光庇护 但凌云身上却没有一道妖光落下 这代表着什么 这代表着凌云竟然没有得到一道星光庇护 这个结果让现场中妖拳都大呼意外 没有星光庇护就无法踏入祭祀空间之中 进不了祭祀空间 那这祭祀圣典就白来了 凌云之前展现出了那般强大的战斗力 却竟然连一道妖光庇护都没有获得 这也太让人感到奇怪了 就连胡黄等胡族之人 一个个面色都是立即大沉了下来 以凌云的实力 只要能够进入祭祀空间 绝对能够获得不少好东西 可凌云却连一道妖光庇护都没有得到 这无异于让胡族自断臂膀一般的感觉 胡族之人面色难看 但殷族和蛇蟒义族等其余妖族之人 则都是满脸笑意 之前见到了凌云跟殷福天的战斗之后 其余妖族都是非常忌惮凌云 但现在哪还需要忌惮凌云根本无法参加 接下来的祭祀圣典 他战斗力在诡异又有何用 可谓是英雄无用武之地 哈哈还真是一个可笑之人 竟然连一道妖光都得不到庇护 当真是华天下之大鸡 蛇蟒义族的蛇切莫声音洪亮 丝毫不加以任何掩饰 这等嘲笑落在众妖耳中 也让众妖更是肆无忌惮地嘲讽了起来 之前还以为他能够一鸣惊人 却没想到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 这也是一鸣惊人 只不过是丢脸罢了 这胡族恐怕要哭死了 竟然一道妖光庇护都没有得到 当真是培养了一个好苗子啊 各种议论声不断响起 林云眉头紧皱 他也没有想到会是这个结果 莫非是因为自己不是妖族之人 所以这等妖光就避开了自己 从而不选择庇护自己 若真是如此的话 那就真的无语了 折迁莫 事情还没有结束 不是还有一次自主祭祀的机会吗 到时候他一定会获得妖光庇护 所以你别高兴的太早 胡青为怒气腾腾地道 最后又对林云道 云少 如若无法获得妖光庇护之人 还可以跟我们三大妖族和妖蒙之外的 其余妖族之人一起进行一次 自主地引动妖光庇护的机会 只不过通过自己祭出祭品 来个人祭祀的方式 所引动出妖光庇护的成功率往往不高 能够有这一道妖光庇护就已经是非常不错了 所以说你还有一次机会 跟另外那名其余妖族之人一同进行个人祭祀 如若到时候还是无法获得妖光庇护 那胡青妹没有说下去 但林云也已经非常清楚胡青妹的意思了 身为三大妖族和妖蒙之人 如若无法获得妖光庇护 便还可以跟其余妖族之人一起进行一次个人祭祀 这也算是对三大妖族和妖蒙之人的一种恩惠 哼 你们胡族引动的20道妖光庇护都不选择他 就算让他再进行一次个人祭祀 莫非他就能够翻身了不成 真是可笑 折千莫嗤之以鼻 众妖也都认为胡青妹的话有点痴心妄想了 林云若能够得到妖光庇护 刚刚就得到了 奢望通过个人祭祀得到妖光庇护 确实是太异想天开了 到时候走着瞧 林云眼睛微微一瞇 盯着蛇千莫的眼神 十分凌厉和冷烈 既然还有一次机会 而现在还没有找到血液龙族祖地 那林云说什么也还是要尝试一番 他就不信自己身为龙族后裔 从某一方面上来说都可以称之为万族之首了 不可能得不到这等妖光庇护才对 第1516章我已经准备好了祭品 听见林云这个时候还硬气十足的话语 蛇千莫脸上的冷笑不由得更是浓郁了不少 走着瞧 瞧什么 瞧你如何丢人现眼吗 蛇千莫淡莫一笑 眼神之中的冷笑更是浓郁到了极点 其余人也已经将林云当成了一个笑话 笑过之后 就不会再将林云放在眼里 时间推移 胡族和妖蒙祭祀完毕 接下来就轮到英族和蛇蟒一族祭祀了 他们所拿出来的祭品比胡族和妖蒙的祭品要珍贵多了 那英族拿出来的祭品族族引动了30道妖光庇护 然后每个通过了选拔的英族之人也都得到了妖光庇护 同样是有多有少最多的是一名叫做英空谈的英族之人 他跟胡青蔚所获得的妖光庇护一样都是一共获得了八道妖光庇护 这让万妖都是微微吃惊 不少妖族之人甚至都在想若是英福天还在的话恐怕会得到更多数目的妖光庇护 只可惜英福天已经死了 呼呼在英族祭祀完毕之后蛇蟒一族方才开始祭祀 而当他们拿出祭品的时候现场的众妖都是大吃一惊 包括英皇和胡皇等妖族之人此刻都是面楼惊讶之色 因为蛇蟒一族所拿出的祭品是一件跟龙族有关的东西 虽然那件东西十分残旧看起来也平平无奇但其上却涌荡出一丝丝隆气 那等龙气甚至都算不上多么浓郁确切的说还有点稀薄 但却还是让万妖都是颇为意外跟龙族有关的东西就算是在差 哪怕就是已经毫无用处的东西那都绝对是好东西 更重要的是越是使用跟龙族有关的东西进行祭祀 祭祀的效果无依旧越好 事实也正是如此 当蛇蟒一族的蛇皇将那些祭品寄入万妖星云之中后 一道道妖光便是迅疾地在万妖星云之中凝聚而出 然后全都暴射而出 萦绕在了蛇千末等蛇蟒一族那些通过了选拔的 十道妖族之人头顶之上 一道两道不一会儿就已经有了十道妖光暴射而出 中妖这一刻都是屏住了呼吸 眼睛更是丝毫不眨一下 很快又有十道妖光暴射而出 已经整整引起了二十道妖光庇护了 这还没完 妖光继续凝聚 没过多久 又是十道妖光降临 至此 蛇蟒一族所引起的妖光庇护已经跟鹰族刚刚所引起的妖光庇护持平了 但这依旧不是终点 万妖星云之中 妖光还是在凝聚 中妖更是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万妖星云之中 然后就见到又是二十道妖光暴射而出 而这二十道妖光暴射而出之后 那动荡不安的万妖星云方才恢复了平静 这也就是说 蛇蟒一族整整引动了五十道妖光庇护 远远将其余妖族所引动的妖光庇护数目甩在了一旁 我的天 这一次祭祀盛典 蛇蟒一族的族人恐怕要逆天了 妖光庇护数目越多 能够在祭祀空间之中走得越是长久 所获得强大妖族五旋和至尊宝器的概率也就越大 蛇蟒一族经过这一次祭祀盛典之后 恐怕都能够将其余妖族给 拽在后面了 据我所知蛇蟒一族之前还发现了一名跟龙族有关的人类 但最后那人类好像还被狐族给救走了 如若用那人类来祭祀 恐怕效果会更好 照你这么说 那狐族为何不用那可恶的人类来用于祭祀 那他们将那人类救走用来干什么 众妖议论不已 在这等议论声中 那整整五十道妖光庇护开始自主的选择蛇切磨等人了 以至于现场很快又寂静了下来 众妖都隐隐间能够感觉到 蛇蟒一族通过选拔的这十名族人恐怕会有某个族人能够获得非常恐怖树木的妖光庇护 而这所谓的某个族人 众妖无疑就只指蛇切磨了 就这样 在万众瞩目之下 五十道妖光庇护很快就选择结束了 而结果一出现 众妖都是不由得到吸了一口凉气 蛇蟒一族的十名通过了选拔的族人都得到了妖光庇护 但蛇切磨没有让大家失望 获得了最多的妖光庇护 一共是十六道妖光庇护 十六道妖光庇护 这数目实在是太一其绝尘了 比之前获得最高数目的胡青味还要高上了整整一倍 其余妖族之人就更失望其向背了 除了蛇切磨外 其余那九位蛇蟒一族通过选拔的族人也都或多或少获得了妖光庇护 其中一名叫做蛇圣的蛇蟒一族之人跟妖蒙的相近 以及殷族的殷空谈一样 获得了七道妖光庇护 十六道妖光庇护 看来这一次祭祀圣典 蛇切磨一定是最大的受益者了 光是蛇切磨和那蛇圣 这蛇蟒一族这一次在祭祀圣典上的成果就一定不小 看来我们妖狱的天很快就要变了 众妖都是感叹不已 蛇切磨这一刻可谓大放异彩 受所有妖族之人敬畏和羡慕 所有妖族之人都认定 这一次祭祀圣典最大的赢家 飞蛇切磨莫属了 蛇蟒一族之人满心欢喜 其余妖族之人面色都不怎么好 这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 下面就请其余妖族的那一名通过了选拔的妖族之人 以及湖族那名没有得到一道妖光庇护的小子准备好祭品 然后上台进行自行祭祀吧 蛇蟒一族的蛇蟒笑容满脸 喜笑颜开地道 凌云 我们湖族还准备了一些其余祭品 你拿去使用吧 湖黄对凌云道 凌云一道妖光庇护都没有得到 这在湖黄看来实在是太可惜了 虽然自行祭祀所引动的妖光庇护的可能性很小 但也并不是毫无可能 所以湖黄还是对凌云抱有希望 希望凌云能够通过自行祭祀获得妖光庇护 不用了 我已经自己准备好了祭品 凌云说完就和其余妖族那道身影一起朝着祭祀台上走了上去 只是在往祭祀台上走的时候 恰恰跟从祭祀台上走下来的蛇千墨擦身而过 第1517章触怒神灵 小杂碎 你在我面前 跟柔已没什么区别 蛇千墨目光转而望向凌云 对凌云轻蔑无比的笑道 从他这番行径 就可以知道 上一次凌云战胜了他 让他直到现在还在内心深处耿耿于怀 所以才有了现在这般各种剑缝插针地想要羞辱凌云的做法 对此 凌云没有任何在意 也没有任何搭理蛇千墨的意思 继续静止地走上了祭祀台上 你们两个直接将祭品扔入万妖心云之中 然后盘退坐下等待即可 能否引动妖光庇护 那就全看你们自己的造化了 如若无法引动妖光庇护 那你们两个将没有资格参加 接下来的祭祀圣典 不过 就算你们引起了妖光庇护 但你们却得不到这些妖光庇护的话 那你们也将没有资格参加接下来的祭祀圣典 蛇皇负责主持这一次祭祀圣典 所以由他来帮助凌云和另外那名其余妖族之人进行祭祀 听见蛇皇的话后 凌云和另外那名妖族之人都是没有任何耽搁 纷纷将其祭品拿了出来 另外那名妖族之人所拿出的祭品较为普通 而林云则是直接将外公留给他的那盏残灯拿了出来 这祭祀大阵既然能够让那盏残灯产生异动 就足以说明这祭祀大阵确实跟这盏残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而这祭祀过程 所提供的祭品越是跟龙族有关 那效果就越好 这盏残灯虽然已经沉寂 看起来也没什么特别 但若是要论起来 他甚至都可以直接称之为龙族之物 用他来祭祀 效果无疑会更好 更何况 之前通过湖族那些祭品所引动的妖光庇护 根本就不选择凌云 凌云要想继续参加这祭祀盛典 更好地寻找血翼龙族的祖地 自然就要很下心来赌上一把 将祭品拿出来之后 另外那名妖族之人率先将祭品扔入万妖星云 但扔进去之后 如同石沉大海 竟然丝毫没有引起万妖星云任何动静 最后就连一道妖光庇护都没有凝聚而现 这让另外那名妖族之人满脸阴沉 他好不容易方才通过选拔 最后却竟然落得这般竹篮打水一场空 同时 其余那些妖族之人也都是心底叹息 以后还是要加入三大妖族和妖蒙 只有这样 通过选拔之后 获得妖光庇护的可能性才会更大 既然没有引起妖光庇护 其余那名妖族之人只能够心灰意冷地离开了祭祀台 最后就只留下了凌云一人 该你了 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 速速将你的祭品扔入万妖星云之中 蛇黄不耐烦地道 然而都没有等他说完 凌云就心底一沉 毫无顾忌地将那盏残灯扔入了那万妖星云之中 这一刻 剑场陡然之间全都安静了下来 凌云之前毕竟表现很不错 所以他们也都好奇 这最后一个机会 凌云能不能够把握住 他能不能得到哪怕一道妖光庇护 从而获得进入祭祀空间的资格 然而 当凌云将那盏残灯扔入万妖星云后不久 万妖星云并未有任何动静 不但没有动静 凌云用来祭祀所用的那盏残灯 竟然还从那万妖星云之中掉落而下 最后落到了凌云的 手中 这一幕实在是太过于意外 至少现场中妖都没有想到会发生这等事情 曾经也从未出现过这等事情 这是什么情况 祭祀大阵竟然将那小子的祭品给扔了出来 莫非祭祀大阵就这般排斥那小子 这很难说 之前胡祖引动了那么多妖光庇护 但他都没有得到一道 这本就十分奇怪了 现在竟然这祭祀大阵连他的祭品都不要 这已经足以说明些什么了 可他到底做了什么 竟然让祭祀大阵对他如此排斥 如此一来 他是注定没有资格参加接下来的祭祀圣典 然后踏入祭祀空间了 众妖无不瞠目结舌 这种事情还是第一次出现 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存在 哪怕胡皇 殷皇 蛇皇以及相蒙的妖族之人 此刻也都是一脸疑惑 这等情况他们也从未听说过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哼 胡皇 你们胡族竟然让这等族人前来参加祭祀圣典 这是想要毁了我们这一次祭祀圣典不成 殷皇气急败坏地喝道 殷皇 你什么意思 胡皇虽然面色难看 但却还是硬气十足 什么意思你还不知道吗 祭祀圣典 之所以需要用祭品来进行祭祀 先辈都说因为要祭拜祭祀大阵之中的神灵 只有得到神灵认可的人 才能够获得妖光庇护 这小子不但之前没有得到妖光庇护 现在竟然连祭品都被扔出来 这说明他已经触怒了祭祀大阵之中的神灵 一旦因此让神灵彻底暴怒 继而使得祭祀圣典无法进行 那 将是我们妖族千古罪人 殷皇气势汹涌地道 其余妖族之人也都是频频点头 若是导致百年一次的祭祀圣典就此结束 那灵云当真是该千刀万寡 依我看 他估计已经触怒了祭祀大阵之中的神灵 为了祭祀圣典更好进行 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其当成祭品 送给神灵 请求得到神灵的原谅 这时候 蛇千末突然开口道 灵云无法参加接下来的祭祀圣典 但蛇千末却从未想过要放过灵云 上一次的仇 蛇千末说过要狠狠地讨回来 那蛇千末就是必要灵云碎尸万段 现在事情发展到了这一步 蛇千末岂会放灵云一马 必要他死无葬身之地 将灵云当成祭品 让灵云血肉之躯进入万妖星云之中 若是灵云死在了万妖星云中 那自然再好不过 如若灵云从万妖星云之中扔出来 那就说明灵云确实是惹怒了祭祀 大阵之中的神灵 到时候就更有理由直接将灵云给处决了 而在蛇千末说完之后 众妖都是纷纷支持 特别是阴族 蟒蛇一族以及妖蒙之人 更是强烈支持 灵云之前所表现出的战斗力 让各妖族本就有所忌惮 他们也都希望能够将灵云扼杀在摇篮之中 不让其继续成长下去 第1518章匪夷所思的一幕 不可以 狐狂极力拒绝 灵云跟战龙一族有着莫大的关联 灵云乃人族龙凤 灵云甚至可能是龙族后裔 他绝对不能够让灵云有事 狐狂 你们狐族莫非要眼睁睁地看着 百年一次的祭祀圣典 毁在这么一个小子身上吗 而且现在其余妖族全都同意 如若你狐族执意执迷不悟 那就不要怪我们殷皇呵斥到 他儿子的死 他愤怒于心 必要灵云雪债雪孩 只是 殷皇话还未说完 那万妖星云陡人之间竟然动荡了起来 就见到刚刚还平静无比的万妖星云 这一刻已经剧烈颤抖 其中万妖身影更是变化莫测 爆发出一股股汹涌万千地气势 这等动静比之前任何一次祭祀都要来的凶猛 让现场众妖顿时间都是大吃一惊 这什么情况 莫非是祭祀大正因为那小子的缘故彻底暴怒了 我看时有八九是这样 众妖全都满心疑惑 狐皇 万妖星云从未有过如此动静 想必是真的动怒了 是到如今 你莫非还要阻拦 殷皇 你拦住狐皇 就让我来将这小子 寄入万妖星云之中 平息神灵的怒火 蛇皇见状更是一指气使地道 说完之后 他便是立即动手 可还未出手 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就见到那万妖星云之中 一道道妖光开始疯狂凝聚 那咒人之间凝聚而成的妖光 全都从万妖星云之中爆射而出 最后竟然萦绕在了那正盘腿坐着的凌云头顶之上 也就在这一刻 众妖方才发现 凌云从始至终都是面不改色 丝毫没有因为蛇皇 阴皇以及蛇牵默的话而有所惶恐 哪怕到了现在 凌云也没有表现出任何惊异之色 好似对于这一切 他都早已经明了于心了 这这是怎么回事 众妖更是狐疑万分 之前 万妖星云明明将凌云的祭品都扔了出来 但现在为何又突然凝聚出了妖光 这些妖光营绕在了凌云的头顶 无疑就说明这些妖光都是凌云祭祀所引动的 但这也太诡异了吧 哪怕就算是三大妖尊和向蒙等强大的妖族之人 此刻也都是一头雾水 满脸都是写满了各种精益 难道那小子不但没有触怒神灵 反而还让神灵认可了他 有人惊疑道 之前他们的想法这一刻竟然全都得到了推翻 好 太好了 见到这一幕 胡皇和胡青魏等胡族之人却是突然松了一大口气 凌云引动了妖光庇护 这至少已经说明了凌云并没有触怒神灵 这阴族和蛇蟒义族等人没有办法再拿这个结果去对付凌云 其次 凌云或许还有可能会得到妖光庇护 到时候就能够进入继续参加接下来的祭祀圣典 然后进入祭祀空间之中 到时候凌云在祭祀空间获得了什么 就算凌云不将那些东西交给胡族 但以胡族和凌云的关系 那对胡族也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呼呼 万妖星云之中妖光继续凝聚 一下子就有着十道妖光暴射而出 营绕在了凌云的头顶之上 这还未完妖光继续凝聚 而且凝聚的速度比之前还要快 短短只是鼠息之间 又有着二十道妖光凝聚而成 这一幕实在是让众妖都是到吸了好几口凉气 谁都知道 自行祭祀能够引起一两道妖光就已经是非常幸运了 但凌云竟然在转瞬之间就一共凝聚出了三十道妖光了 比胡族 阴族和妖蒙所引动的妖光还要恐怖 这也太匪夷所思了 快看 还在继续凝聚妖光 有人惊呼 众妖的目光落到落到万妖星云之上 果然见到万妖星云之中还在继续凝聚妖光 很快竟然又凝聚出了二十道 整整五十道妖光 跟蛇蟒一族所引起的妖光已经彻底持平了 但还没完 妖光继续凝聚 很快又凝聚出了五道 在这五道妖光凝聚出来之后 万妖星云方才慢慢恢复了平静 但这一刻中妖的内心已经被震惊的无以复加了 五十五道妖光庇护 超过了蛇蟒一族所引起的妖光 这已经用匪夷所思都难以形容此刻 他们内心的亥然了 特别是蛇蟒一族 为了找到那些祭品 他们蛇蟒一族可谓是费尽了心机 结果 竟然还不如凌云祭祀所引起的妖光必虎多 更何况这还是凌云自行祭祀 本就要困难不知多少倍 这实在是太令人难以接受了 以至于此时此刻 众妖都是好奇凌云之前所拿出来的祭品到底是什么东西 不但祭祀大阵部将其吞没 反而还引起了这么多妖光庇护 就算他引起了那么多妖光庇护又有什么用 别忘了之前狐祖也引起了不少妖光庇护 最后却没有一道妖光庇护选择他 哲千墨自然心底也非常不悦 更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 可是以至此 他不相信都不行了 但他绝对不相信凌云能够得到这些妖光庇护 而在他说完之后 其余妖族之人也是抱有同样的想法 他们也全都不希望凌云能够得到这些妖光庇护 最后是一道妖光庇护都不会选择凌云 只是 哲千墨的声音刚落下没多久 诡异的一幕就再度出现了 可见那整整55道妖光庇护 这一刻竟然全都同时选择了凌云 然后跟凌云的身体融为了一体 他竟然获得了55道妖光庇护 中妖这一刻嘴巴张大的都足以赛下一个苹果了 可怕 当真是太可怕了 谁曾想到之前连一道妖光庇护都没有得到的凌云 现在竟然能够一次性获得这么多妖光庇护 这个世界都是疯了吗 乍时间 整个现场都是死记无声 都被震在了原地 连呼吸都快忘记了 然后 是凌云的声音打破了这等沉寂 只听见凌云对蛇千墨道 蛇千墨 作为我的手下败将 你在我眼里早已将连蝼蚁都算不上 接下来的祭祀圣典 我劝你最好别再来 自取其辱 否则我会让你知道后果有多严重 凌云声音不加掩饰 落在众妖耳中 让众妖莫名的东西未知一阵颤厉 第1519章祭祀空间 若说凌云上一次在救自己母亲的时候 跟蛇千墨一战还对蛇千墨有所忌惮的话 那现在她就已经完全不将蛇千墨放在眼里了 不说凌云自己的武道修为已经大大提升 已经有绝对实力可以跟蛇千墨一战 就说凌云的日月神域还有一道秘术 就足以让凌云在蛇千墨面前无惧 若是这蛇千墨接下来还不知好歹 那凌云会让她成为第二个英福天 所以她此番对蛇千墨放出的话 不只是为了震慑一下蛇千墨而已 那是她发自内心的想法 蛇千墨想不想活命 那就得看蛇千墨自己要不要命了 听见凌云的话 蛇千墨面色更是难看了不知多少 特别那一句手下败将 让她心中的震怒更是火山爆发一般喷勃而出 脚砸碎 得意什么 你以为你得到了五十五道妖光庇护 就可以天下无敌 为所欲为了吗 上一次是本蛇尊掉以轻心 着了你的道 你以为本蛇尊还会重蹈覆辙 蛇千墨气愤难平地道 至少 当着中腰的面 在气势上她绝对不愿意输给凌云 还是那句话 走着瞧 凌云淡漠一笑 完全没有将蛇千墨放在眼里 随后就直接从祭祀台上走下 走到了狐足之中 凌云 你之前用于祭祀的祭品到底是什么 竟然如此恐怖 狐黄都是忍不住向凌云询问道 胡青内和胡万锋等狐足之人也都是好奇不已 一个个都等着凌云回答 凌云微微一笑 并未多说什么 事实上 连他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只不过他更加肯定了 这个祭祀大镇应该确实跟血翼龙族的祖地有关了 见到凌云不说 狐黄等狐足之人也不好追问什么 凌云 接下来就是进入祭祀空间 那祭祀空间之中 有着十分恐怖的妖风 只有拥有妖光庇护之人 方可在那等妖风之中前进 而妖光庇护的数目越多 所能够前进的距离也就越远 越往深处 所获得强大的妖族武学和至尊宝器的概率就越大 这一次你获得了55道妖光庇护 甚至有望走到祭祀空间的最深处 听闻在那里有着一件爵士宝器 那件宝器曾经称霸了整个九州地狱 当然 这些都只是传说罢了 具体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但无风不起浪 既然有着如此传说 那说明那祭祀空间之中确实有着某种至尊宝器 希望你能够尽可能得到它 胡黄转而向凌云介绍了一番关于祭祀空间的事情 听见胡黄的话 凌云轻轻点了点头 其实对凌云来说 更关心的还是那祭祀空间之中是否就能够找到血衣龙族的祖地 如若能够找到 那再好不过 当然 在找血衣龙族祖地的同时 如若还能够得到其他一些宝物 那自然更好不过 赤不宜迟 现在就开启祭祀大阵第三层吧 蛇皇看向胡黄和殷皇 虽然凌云的表现让蛇皇和殷皇等妖族之人都是非常不爽 但是已至此 他们也已经无从改变 只能够无可奈何地接受这个事实了 听见蛇皇的话后 胡黄和殷皇都没有任何怠慢 纷纷再度踏上祭祀台上 然后开始继续开启祭祀大阵 这等开启一如之前一般 耗费了三大妖尊不少精力和时间 最后在整整耗费了好几个时辰之后 整座祭祀大阵的上空陡然之间一片阴云密布 这些阴云萦绕在天空之上 令得整片天空盾时间都是暗淡了下来 而祭祀大阵之上的阵法波动也强盛到了一种极其恐怖的地步 纵妖见到这等动静 目光都是沉溺了不少 唯有蛇牵默等那些即将要进入祭祀空间中的妖族之人 此刻一个个都是兴奋难当 迫不及待的神色更是悦然脸上 终于 在纵妖的瞩目之下 纵妖大阵上空的阴云开始越发密集了起来 最后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黑洞 那等黑洞鬼秘莫测 让人气血都是未知沸腾 云少 那就是祭祀空间的入口 胡青妹在凌云耳边说道 凌云眉头微微一挑 这所谓的祭祀大阵竟然是通过好几个大阵联合在一起的融合大阵 其复杂程度 现在的九州之上绝对无人能够构建 哪怕就是凌云 以他现在的实力 也绝对不可能构建出这等大阵来 所有获得了妖光庇护的妖族之人都听好了 这就是进入祭祀空间的入口 接下来你们就全都进入这祭祀空间之中 在里面去获得妖族武学和至尊宝器 不过能不能在祭祀空间获得什么强大的妖族武学或者至尊宝器 那就看你们自己的造化了 在进入之前 我也必须要提醒你们 进入祭祀空间 一切就全看你们自己的造化和实力了 我们外界无从知晓你们在祭祀空间的情况 此外 你们每个人最多只能够从祭祀空间拿出一套妖族武学和一箭宝器 若是拿了过多武学和宝器 将无法离开祭祀空间 最后 也是最重要的 祭祀空间开启只有一天时间 一天之后就会关闭 所以在这之前 也无可踏足 所以你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殷皇接过话去 而他言语之间 冷烈的眼神则是有意的落到了凌云的身上 这般样子 就好似他口中的机会是让殷族等人抓住斩杀凌云的机会似的 不错 机会难得 你们可一定要珍惜 蛇皇补充道 那般话语似乎跟殷皇一样 是在告诉蛇千末等蛇蟒一族之人 让他们找机会斩杀凌云 第1520章故意挑衅 至于妖蒙的首领向蒙主并未说话 但整个现场的气氛却已经变得剑拔弩张了起来 进去吧 蛇皇最后道 蛇千末等蛇蟒一族的人没有任何犹豫 随着一道道破风之声 全都率先踏入了祭祀空间之中 殷族之人和妖蒙之人紧随其后 凌云 此番进入祭祀空间 你可一定要小心 为而 你和其余三名族人 一定要尽力保证凌云的安危 不要让其余两大妖族得逞 蛇皇提醒凌云和胡青妹等人道 凌云和胡青妹都是点着头 随后也纷纷踏入了祭祀空间之中 进入祭祀空间 入眼处便是黑暗的世界之中 整个黑暗的世界 唯有一些星星点点悬浮在半空之中 包括凌云和胡青妹等胡族之人的身边 也是有着一些星星点点 凌云仰手一抓 将一枚星光抓在了手心 这才发现这些星光就是妖族武学 随后他又抓了其余星点 发现那些星光不是妖族武学就是一些宝器 不过现在他们身边的这些星光都只是一些 简单的妖族武学和较为普通的宝器 不值得他们将其占为己有 毕竟每个人都只能够带走一套妖族武学和一件至尊宝器 当然 这些凌云都不意外 他意外的是 他原以为这阴族和蛇蟒一族的人进入祭祀空间后 会在入口处等着自己进入祭祀空间 然后直接对自己痛下杀手 可事实却并非如此 英族和蛇蟒一族以及那妖蒙的妖族之人都没有等在入口位置 而是朝着前方暴掠而去 不过细想一下 这也非常正常 虽然蛇千默等人想要斩杀凌云 但他们无疑更想在这祭祀空间得到强大的妖族武学和至尊宝器 若是一开始进入祭祀空间 就耗费了时间和力气去斩杀凌云 那之后未必 还有时间和精力去获得强大的妖族武学和至尊宝器 这样一来 即便是杀了凌云 那对他们来说也是得不偿失 所以他们第一时间选择去获得那强大的妖族武学和至尊宝器并不奇怪 凌云和胡青蔚等人也不怠慢 纷纷朝着祭祀空间深处而去 只是 这祭祀空间内妖风肆虐 那等妖风扑打在身上 如同刀剑一般 让人身体十分不好受 不过这等不好受的程度也跟自己身上的妖光庇护数目有关 妖光数目越多 这等妖风所造成的影响就越小 也正因此 所以导致凌云和胡青蔚等人前进的速度并不一样 一开始凌云可谓是如履平地 速度施展到了极致 虽然一些阴族 蛇暖异族和妖蒙的人在她前面 但却很快就被她超越 甚至远远地甩在了身后 这让那些妖族之人都是心底非常不爽 获得了55道妖光庇护了不起啊 跑得快了不起啊 但很快这些妖族之人发现越往前走 那等强大妖风对她们的影响越大 让她们速度越来越是缓慢 一些人更是再也无法往前踏出几步 这一刻 她们不得不承认 获得了55道妖光庇护的凌云确实了不起 跑得快也确实了不起 顷刻间 她们对凌云就只有羡慕极度恨了 凭什么 都是妖族之人 凌云却能够如此突出 不久之后 祭祀空间前方的位置 就只剩下灵星的树道身影 比如说阴族的阴空谈 比如说妖蒙的向静 当然 还有蛇切磨 不过 这些妖族之人的速度虽然也不低 但在凌云面前也一样相形见处 很快阴空谈和向静等妖族之人也全都被凌云一一超越 看着凌云超过自己十那等可怕的速度 阴空谈和向静一脸的不甘心 但也无可奈何 最后 前方就只剩下蛇切磨一人 就这点速度也配在本胡帝面前嚣张 真是可笑 突然 一道声音在蛇切磨耳边响起 然后就见到一道声音已比蛇切磨快了不知多少的速度骤然出现在了蛇切磨的身前 随即映入蛇切磨眼眸之中的正是凌云的笑脸 你蛇切磨怒火不打自来 你神问你 你已经没有资格跟本胡帝说话 本胡帝心情不错 就让你再快活一下子 等本胡帝去这祭祀空间最深处得到那至尊宝器和强大武学 再来跟你好好好陪你玩一玩 点双引号 凌云故意刺激蛇切磨道 一说完 身体就化为一道残影消失在了蛇切磨身边 凌云本来是懒得搭理这蛇切磨 但转念一想又觉得这番刺激一下蛇蛇切磨很有必要 这蛇切磨获得了不少妖光庇护 这代表着她也很有可能在这祭祀空间之中得到非常不错的妖族武学和至尊宝器 既然比胡青蔚等胡族之人所获得的武学和宝器要好 所以凌云希望这蛇切磨得到那武学和宝器之后 不会轻易离开这祭祀空间 最好是会等着凌云 然后斩杀凌云 那样一来凌云也就有机会将蛇切磨所得到的妖族武学和宝器全都抢夺过来 然后送给胡青蔚等胡族之人 让胡青蔚等胡族之人带出去的武学和宝器更好 这也算是回报胡族了 现在挑衅和激怒蛇切磨 让蛇切磨气氛不平 之后蛇切磨无疑更会想着斩杀凌云 而一旦凌云离开祭祀空间 到时候有着胡族庇护 想必动起手来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此外凌云故意提醒蛇切磨 他能够在祭祀空间更深处得到更加强大的武学和至尊宝器 只要蛇切磨不傻 就更不会让凌云带着那强大武学和至尊宝器离开祭祀空间 而是在凌云离开之前 将凌云所获得的武学和宝器抢夺过去 否则一旦凌云离开祭祀空间 就算胡族庇护不了凌云 那抢夺起来 凌云所获得的强大武学和至尊宝器 或许也会落到阴族和妖蒙的手中 总之 凌云就是要激怒蛇切磨 让蛇切磨在祭祀空间中等着凌云 而这一招道也颇为奏效 至少见到凌云远去的身影 气急败坏的蛇切磨便是怒气腾腾的喝道 臭小子 你给我等着 这一次你有命进入这祭祀空间 本蛇尊定让你没命活着离开